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 開玩笑的頻道 今天玩為大家分析在下個禮拜五即將登場的地獄級BOSS 他的主動技能 他主動技能這次比較特別有雙技能 同樣是CD6 第一個技能是火轉成新強化妖精符石 第二個技能是引爆門上的所有的冰凍珠 以及電源就是一掉落水強化珠 我們先談一下第一個技能好了 火轉成新強化妖精符石 那這個單純就是看轉版這個功能的話 他在陰或牆尾裡面都算是蠻好用的 因為他本身是妖精的種族 那種族也可以放進這次的獅婆裡面 或者是任何的水隊裡面都可以有他的位置 那他的定位比較像是解版的功能 對 那他第二個技能尤其更好用 CD6會引爆白面上的冰凍珠 以及電磁珠子掉落水強化珠 那這個的話他可以解像是機式那種 整版的已經冰凍完的珠子都可以直接解掉 然後雷電珠子這個也不用講 那我覺得雷電珠子跟冰凍珠子 欸 這兩個好像就是巴比倫他的 一個兩個最痛點的地方 所以他其實也可以放進水壩裡面打工 CD6還蠻短的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可以練一張 做為非常好用的功能接版卡片 不過呢要提的一點就是 他這個技能做的有點可惜 因為他是 他的種族符石是加在新符石的身上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種族符石他是根屬性的 假設我今天是火 火妖精符石好了 那我們就只會給火屬性的妖精種族 吃到這個妖精 種族符石的增傷 所以這個放在新符石身上是完全沒有任何增傷效果的 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妖精符石呢 其實種族符石他可以 如果說沒有增傷的話 他唯一可以有用的地方就是 他不會被風化符石 他不會被雷電 就是這樣的效果而已 所以大概是他現在唯一的用途了 不然就是 在一些不能手消火珠的 敵人的身上 他可以用上這個技能也算是好用 以上就是關於這張卡片的所有分析啊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卡片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囉 以及拍小鈴鐺 下支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覺得DC送給你 那我是RK 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